比如說我們講到第110題的相關解答 另外的話我們把上一次的三字經的部分又做一個延伸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切割資料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又多講一個用Word來做取代 Word取代裡面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是覺得Word拿來做一些資料的編輯 真的還是比Excel來的強大也很多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就是一種分工的部分 也就是你不能說只靠一個軟體 當然如果說有關取代方面 這個Word相對於Excel還是比較厲害一點的地方 它取代可以取代什麼 取代上個影片有講到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換行的部分 特別注意換行其實一般我們理解是按一下Enter 其實Enter如果在Word裡面實際上是換一段 所以那個符號的話它一定是一個換段落的符號 另外有一個手動分號有沒有就是Shift加Enter 它是換行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把那些符號取代掉的話 那我是建議還是用Word來做 因為如果用Excel的話 似乎我找過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也許我們像我們之前做練習就是 先把資料怎麼樣先在Word取代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貼到這個Excel裡面 再做一些切割 那切割的話呢其實還是用到這三坦數 包含就是什麼先用Colent跟Row先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相關的位置 比如說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 因為其實像長恨哥都七個字七個字 其實就可以比較容易算出那個位置 可是未來如果說你要切的資料 它是不確定長度的話 那恐怕你就是要換另外一種邏輯 如果固定長度的話也可以用Colent跟Row 然後算出它的位置 然後再用MID去把字給切出來 那MID的話其實就給它三個參數 包含就是那個資料 第二個是哪一個字開始 然後第三個就是幾個字 OK因為固定都七個字 所以MID就可以七個字 七個字七個字的幫你切割 那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把長恨哥 比如說它總共300多句吧 把它快速的把它切出來 OK好 那另外大家有個變化題 請同學自己再去練習 比如說像那個簽字文 或者百家信 或者等等的其他資料 自己再做一些練習 那上個禮拜的影片 這邊就有把它貼到這上面 所以細節部分假如說不太清楚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尤其是那個Word的部分 如果你假設對Word的部分比較不熟悉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好像發現 同學比較多的問題 都是卡在那個 Word取代部分 好像還是不太熟 記得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就來看那個第2類的題目了 那 證照考試第2類的題目 其實主要包含了這幾個項目 12 這麼多到19個類 19 那裡面的話 主要就是學會哪一些 主要重點就是 第2類就是考你什麼 考你會不會資料的編修 還有 最重要是列印 OK 這個列印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資料做完之後 你列印的時候列印不出來 或者是你列印的時候 列印的Y7扭8 或者說列印的時候有些資料 變成在下一頁 或者他應該要在 同一頁裡面 他就變成說你這個資料 沒有辦法把它確定列印出來的話 那當然就問題 另外列印的時候可能還要畫框線 不然的話預設 預設看起來好像有框線 那實際上是沒有框線 還是要加一些框線 那所以呢這裡面總共可以學到這一些 包含就是什麼 註解 比如說儲存格的編輯 這些比較簡單 像什麼刪除斑儀複製 選擇性貼上 那還有像一些常用函數 像是日期時間 文字數學 這個其實 大概都差不多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第202題 那202題裡面大概 他題目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大概看一下 首先的話 他這個題目 基本上是 他前面有個說明 他這個題目 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計算 有一個小學叫快樂小學 然後 學生名測 那他希望怎麼樣 學從 均有 過胖的問題 所以想對 全校的學生進行體重的測 檢測 然後呢他這邊有個標準 這個標準根據什麼 世界衛生組織 是 集中華民國 那個營養學會所使用的 那他的標準 就是 如果男生的話 他的公式是他的身高 減掉他的什麼 標準體重指標 在乘上 0.7 就70 那就是他的 標準體重 所以 這個地方他提供給我們一些資料 那你必須要把 公式給做出來 但是他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他有分男生跟女生 OK 所以男生就要用男生的標準 女生就要跟 用女生的標準 那這裡的話 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部分的話就是判斷男生跟女生 OK 然後 計算每個學生的標準體重 並顯示 所以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顯示什麼 應該要增加 也就是說他過瘦的話 就要增胖 OK 不是 增重吧 OK 一樣 那體 減少的話呢 那就是說他減肥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一樣開啟這個練習題 然後我們按照題目要求 他總共的話有1到6 總共有6個小題 分別把它完成 那首先的話呢 這邊的話就是依照性別 在儲存格 H7到H61 計算標準體重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有幾個函數一定要用到 一個是run run的加up OK你會發現 如果你單單只有run沒有up的話 那就是四捨五路 可是呢如果你是runup的話特別重要 他就是無條件進位 也就是只要有小數點 他就進一位 OK 那相反的如果rundown的話 那剛好就顛倒 就是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就rundown 所以run的其實有三種變化 那再來是if OK 然後呢使用標準體重進行什麼 指標進 標準你用計算 那將結果無條件進位 無財心進位其實就是runup 然後取得什麼 取到整數位 OK所以 這張題目已經跟我們講了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請各位把那個 202題的部分 先打開來 打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標準 他的標準體重應該怎麼樣 所以標準體重這邊有 你會發現 其實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在性別 根據他的性別 所以如果他的性別 假設等於什麼 當然你可以用女生或男生 那當然我們假設用男生當標 如果他這個裡面是男生的話 那就是把他的指標怎麼樣 他這邊有個指標 所以 我們可以下一個條件 插入函數 然後呢 再來的話找到邏輯 因為我要用if OK 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他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假如等於什麼 等於男 不是男就是女嘛 OK 所以 二選一應該沒有第三種了 男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女啦 只是說那個 True跟Force剛好顛倒 如果是男生的話呢 那就是用男生的標準 如果反思 Force的話 那應該是女 因為只有兩種可能性 那就有女生的標準 那這個標準怎麼計算呢 其實題目裡面有講到 在哪邊呢 身高 所以他的什麼 他的身高 減掉他的標準 什麼 標準 重量指標 在乘上70% 那70%的話在公式裡面 記得要把它轉換成0.7 因為好像用70%會出錯 他不能用70% 他只能用0.7 OK 所以呢我們就講 身高 減掉 標準體重的指標先刮弧 再乘上0.7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他的標準體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身高在哪裡 他的身高在這裡 有沒有在減掉他的 標準指標在這裡 那假如是True的話 所以這兩個都要做 這個 OK 減掉他的 體重指標先把它刮弧 刮弧之後的話呢 再乘上0.7 乘上0.7 那反之的話就女生 女生的話一樣就是身高 減掉他的 指標就這一個 然後呢 一樣刮弧乘上0.0 反正60的話那就乘上0.6 OK 不過呢最後按確定之前 可能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 有一些位置不能變動 有一些位置可以變動 像這個17有沒有 這個一定要變動 因為他底下向下填滿 他要換到下一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他的列不用鎖 可是 等一下呢有哪些地方不能變動 像這個什麼呢 F7升高也要變動 F7升高也要變動 可是呢 G3跟G4有沒有 這個位置 你不能說向下填滿 就把它加1 不行 所以記得 這個地方的G3 記得在G3的 3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把它鎖定起來 OK 然後G4這個位置也不能變動 所以這邊把它加一個 G4 OK 把它鎖起來 那這樣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 就是標準的體重 那因為呢 他這個邏輯這樣 他是不是男生 這個裡面是不是 不是嘛 所以不是的話 他應該是走這邊 有沒有False False就這一個 所以他 算出來這個是這個結果 那他有兩個嘛 所以他就抓 不是的這一個 所以會把49.2 輸出到這邊來 OK 同樣的道理 其他都 同樣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點兩下 他就自動幫我把 所有人的標準體重 通通都把它算出來了 再來的話呢 增減體重部分的話 待會再來看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的這個工資 先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謝謝 感谢观看